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又是一个Vlog的影片 今天呢我会去哪里呢 因为这个礼拜呢有那个什么冰城 在冰城那里呢 有举行举办一个那个冰城马拉松大会 所以呢现在就要去那边参加 因为这个是一个我的大学朋友呢 所邀请的 因为其实这个是很早就已经 本来是好的 所以呢今天是 现在呢是去坐巴士 去巴士站那边去坐那个巴士店 等待巴士 因为呢 我因为上次只买到了 那个早上9点半的巴士票 所以呢现在就要早上去 那边也是有几个人等待 所以呢 应该是有巴士经过啦 所以到那边呢 我坐9点半的巴士到冰城那边 大概会花一天的时间吧 所以应该要 非常非常的久的 因为我也是 呃曾经是搭过一次 那个去冰城那个时候是跟团的 所以呢大概 半天的时候就到那边了 但是呢 这次呢是我自己一个人搭巴士 直接到冰城那边 所以呢 不知道会花多久的时间啦 所以就要 可能在滑在车上 不知道要做什么了 ok 现在就在等巴士中了 好早喔 原来有巴士 刚早就有巴士了 OK 现在已经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巴士站了 然后呢 这个 那个巴士呢 就是这一辆 看不到吗 就是这辆黄色巴士 是搭过来的 从我家附近搭过来的 Costwear Ring 到这里 其实还蛮快一下 就是 差不多几十 呃四分钟就到这里了 走路其实也是可以到这边 蛮远的啦 不过呢 现在 又要等巴士了 因为我买的车 飘是9点半 现在才 8点多而已 要等一个小时多了 每次都要等很久 所以巴士来路 现在在等 准备中 准备要出发了 准备要出发了 好 哈喽小楼 终于到这个巴士站 那边 酒店的那个 我朋友 大学朋友 我预定了 酒店附近了 其实是昨天 也就已经到 槟城这里了 那么呢 因为 我到到站的时候 才发现了 原来 哎 下了那个一站呢 不是靠近空大这里 哦 是靠近那个 苏莱部落那边 所以呢 还是从 苏莱部落那边 幸好那边 有巴士可以走到 有一两巴士可以 空大这里 所以呢 还是 总算还是来到这里了 因为我大学朋友 预定了 房间 预定的那个 宿舍就在 空大这里附近 所以呢 哎 他们现在是中午 今天中午才会到这里 所以呢 今天就是 就在这里 附近观光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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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另外两个吗 没有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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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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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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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